程程 我来了 这是什么 我新买的鞋呀 送我的吗 程嬌嬌 你这一觉睡得够久的呀 天都黑了 睡饱了才有力气干活呀 召集各宫娘娘小主们 接下来是见证奇迹的时刻 小主 你准备好了吗 别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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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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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怎么了 这不太好吧 下面进入下一个环节 小淳 收拾了 来吧 许愿吧 分手快乐 祝你快乐 你可以找到更好的 分手快乐 姐妹们 我宣布 今天是我的重生之日 我终于告别这段黑历史了 让人渣高龄见鬼去吧 他这一夜已经翻篇了 从今天起 我 陈陈陈 不会再留恋过去 不会再流一滴眼泪 看今朝 战未来 不会嗷手挺胸 向着美好幸福的单身生活 大步前进 为你都看看我 从没有过的真诚 爱你这件事 早已经终了解释 我不愿再等 在这一刻想着世界吵大声 从没有过爱上一个人 谁呀 回头看看我 施展开 快 奶奶 中午晚您怎么来了呀 你们在干什么呢 奶奶你看 没有人吧 怎么可能呢 刚刚我还听到有人在喊 楼板舵的咚咚咚的直响 一定是您听错了 我正准备敷达人面膜呢 精毒玉露精华 满足几乎一切需求 特别好用 奶奶我给你拿一条 行了行了行了 奶奶那儿有 奇怪了 这生意从哪儿发出来的呢 是我听不懂 奶奶妈走 一同 就你一个人在家 这样 真的只有我一个人在家 真是胡闹 通告不是早就贴出去了吗 附近有可疑的男人出没 让大家早点回来 你看看 这都几点了 就是 他们太不应该了 等他们回来 我好好教训他们 还是你懂事 我跟你说呀 刚刚我还看到有个男人 在楼下面 鬼鬼祟祟的 现在迟到也太乱了吧 我跟你说啊 锁好门 关好窗 别给陌生人开门 听到了 好 我想送你 我送你 注意安全啊 大家再见 大家再见 据我二十年的烘爬经验 这爬是开不了了 我们还是敷面膜吧 你该不会认为楼下的人是高人渣吧 难道他上门球复合了 他球也没有用 我是不会原谅他的 再说了 他也不是那种人 不是高人渣 那是 我解决了 我也已经解决了 他去参加向外活动了 我又没有问你 我只是水口一说 那天我看到 你们俩接吻了 说 发展到哪步了 彤彤姐 他怎么那么能忍啊 他是不是有问题啊 才没有呢 你怎么知道没有啊 试过了 没有 你们怎么老喜欢欺负我呀 快去看看 怎么又是我呀 你去的服务 好 就是他嘛 从东西来说的可疑男子 不错嘛 小鲜肉 多大了 二十七 请问你哪位啊 稍等 请问哪位是林小泉小姐 请问哪位是林小泉小姐 保险调查员 调查什么 跟保险代理人一样吗 当然不一样了 保险代理人是卖保险的 调查员是做调查的 对啊 调查什么呀 您 就是调查那些 保险情况呗 赵先生 请问您找我到底有什么事 是这样的 最近我们公司对保单 进行了一次排查 受益人如果在十五年内 领取过三次以上的保险金 我们就需要重新调查 好 你的母亲陈雅琳 就是一种母亲 好 很抱歉 接下来要说的事 可能会让你难受 但是这是必须的程序 七年前 你的哥哥去世了 那时候你们家财务上 出了点问题 三年前你的父亲又去世了 那时候你们家 正背负着巨额的债务 这两次 你的母亲都是受益人 十几年前 你奶奶去世的时候 你的母亲也是 巨额保险金的受益人 这个我不知道 不知道是正常的 那个时候你才两岁 不 应该是三岁 所以 所以呢 前几天 你的继父也出了交通事故 叔叔没受什么伤 但是 不知道是不是巧合 你的父亲 一直在交通事故中去世的 对吧 对吧 发生事故的地点很蹊跷 但是一条直行道 四面也没有做到 事业的东西 按理说 这种地方 应该是不会发生交通事故的 你有去过出事地点吗 没有 这样 林小姐 我没得问一句 如果只能选择相信爸爸 或者只能相信妈妈 你不选择谁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其实在你名下 有一笔巨额保险 这个你知道吗 结束了 对吧 我继父之前出了交通事故 保险公司来处理理赔的事情 他们出国旅游了 一直联系不上他 就找到我了 原来是这样 没事就好 害我白担心一场 妈 妈 你什么时候回来 看到消息尽快回电 怎么办 怎么办 好 你不得了 我会就不得了 你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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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办 幸会当时选择了土葬 如果是活葬 就没办法查试验证了 我该怎么办 嗯 男朋友 好 也好 今天心情很好吧 是不是有什么开心事 我跟高麟分手啦 分手啦 干杯 是啊 好久没见了 出来聚聚呗 你什么时候有空 周六 看不看啊 周六我有约了 周日下午两点怎么样 好 那不见不散 我帮你推吧 谢谢您啊 姑娘 谢谢姐姐 谢谢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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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